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大家好 我是一时 无限浩瀚宇宙中一个无限微笑的沙石 有点像今天刚才晋灵介绍的我们的起点 我从事文旅行业 在这之前也做过其他很多行业 包括家电行业、制造业、社区电商 包括一家国企从这个所谓高管工作 目前这两年大家都知道受各方面影响 旅游行业受到了一些打击 在疫情之前去海外多一些 今年在国内多一些 有一个比较大的感触 今天我们喜欢旅游的朋友在做应该非常多 将不再像以前像观光一样的旅游 但今天可能更多的是文、文化加旅游 旅游加体育 更多的深增 更多的体验 更多的挑战和冒险 这是意义 第二呢 文旅今天还会加入一些虚拟和现实 人们可能会模糊 比如说前天我带上VR2K 我就去了一下杜江燕 过往的人留在我旁边 就像真实的一样 我到龙门师库可以非常清晰地看到它的一个砖 所以呢 今天我讲的跟文旅看似无关 其实也有关 从戈壁到原里头 那戈壁呢 我们在做的年轻的朋友有没有人去过戈壁的 还确实是有一些人 戈壁呢 它是一个维吾尔语 它其实就是沙漠的意思 那么地貌是这样 这是其中一部分地貌 左边的我们叫这个路透次 黑戈壁 当然它还有奶粉落等系列非常有挑战 那么今天要讲的是敦煌这一段 的戈壁 这个图呢叫玄奘之路 玄奘我们知道西天取经 它带着它的几个徒弟 历史真实的玄奘呢 它在大唐西地里我们也读到过 它呢 它是洛阳人 它从仙出发一路到仙主取经 那么在经过敦煌这一段 发生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 它当时它带着它唯一的土地 实际上是后来孙悟空的原型 那么这个土地呢是一个湖人 走到这一段路的时候 非常艰辛非常艰难 他拿出了他的刀 逼着他的师父 说你赶紧回去吧 我们这样下去会出事 大概有一个意思 但是呢 玄奘他没有 我们知道他被鲁迅先生 称为中国的民族脊梁 那么他在这个时候 他就发下他的大院 那在这个之前 在这个之前 他其实因为他相当于偷渡过去的 当时是没有官方的一个背书 那么他后面面临着追兵 前面是尼路 重要的是环境非常恶劣 而且四夜五天 是低米未真 低水未尽 在这种背景下 他发现了他的红愿 叫宁西去而死 不到天竺 不动归半步 在这种背景下 后来我们都知道 他走出了这段非常艰难的路 那么这段路呢 特别像什么 我看到我们在座今天 也有一些企业家过来 他非常像企业家创业阶段 包括发展 遇到各种困难 这样的一个心路的历程 他必须要具备这种理想 坚持 想超越行动 这样的信念 否则是非常难 所以在这个背景下呢 那么全国的很多企业家 大家有这样的一个项目 叫戈壁挑战赛 那么每年一度 今年应该是第17届了 每年一度 那么大家在戈壁上 通过从走玄奘之路 来去感受当年全藏的心路历程 从路途来感受他的精神的内核 那么讲到这段的时候呢 我呢是有幸也被邀请参加 我当时觉得是很好玩的一个游戏 但是实际上参加之后 我才知道这是一件非常 对我个人非常非常难的事情 为什么 我从小到大呢 参加运动会 只参加方正的一行列 没有参加过 我不知道有没有 在座有没有跟我有类似的经历 你们都是运动达人 没有参加过跑步 那我在大学的时候 我尝试过跑步 跑步四百米 非常崩溃 就像金金刚才讲 他的一个朋友 四小时 那四百米就崩溃 在这种背景下呢 实际上是 给自己贴了一个标签 我觉得我自己是做不到 那么后来 因为通过系统的组织的交练 对有了相互的基地 我们用科学的方法 实际上是能做到的 这中间发生了很多故事 那今天我们就不展开 那么当时呢 我们的路是这样的 这一段路 从光显溢起点 整个呢 是三天 要108公里 三天要108公里 从一个起点奔赴到下一个起点 在那边 扎杖等 安压扎杖 然后再 再到下一个 那整个这样的 关键它不是头部 是要拼名次的 大家 我们都是有团队的 今天还有我们的队友在 我们都是要PK的 就是要 要荣誉感 那么 经过 经过 经过这样的一个 其实重要的是 新路的立场的专递 那最终实际上 我们是取得了 顺利地完成了比赛 这是一 第二 取得了我们所代表的 南大商学院 历史上跨度最大的一次成绩 我们是进步了七名 在第二年我们参加 参加比赛的时候 我们还 大家能看到 我们还能拿到了一个全国的季军 这就是我们 我想 我这里边想要表达的是什么呢 刚才在讲 TAG 这里我也想聊一下 就是我们每个人啊 我们会给自己设定很多标签 有社会给我们的标签 有我们的朋友给我们的 有我们的对手 也有我们的队友给我们的 现在当然最多的是网络的大数据 会给我们很多很多标签 但实际上 我们自己是最不应该给自己设定标签和边界的 特别是那些固化的限制我们空间和边界的标签 在讲到戈壁这段路的时候 还有一个小插曲 就是我们比赛的第二天 大家能看到吗 看不到对吧 第二天呢 在后盘点它的天气至少是七级以上的沙尘暴 这意味着什么呢 我们在座 很多女生可能站在那里嘛 就会被吹走 而且我们当时是逆风而行 在这种背景下 它特别适合思考人生 因为能见度只有五十米 前面见不到人 后面见不到人 那么在那个思考人生 实际上是 身心已经到了一个极度疲惫的状态 在思考人生的时候呢 我就想到一句话 就是玄奘之路啊 还有一个玄奘口号 叫见天地 见众生 见自己 见自己 这三个字 一落到心里 那一刻 哦 我突然一下子 似乎是领悟了 原来见自己 是忘掉自己 就在某一瞬间 似乎就进入了一种 现在我们经常提到无我的一个状态 我不知道那个时间持续多长时间 但是它带来了一个非常神奇的结果 就是迎面迎来了那些风沙 它吹到的时候 你感觉多像是能量给到你 而且最重要的是 内心充满那种抑制不住的喜悦 就在那种像 如果不是疯了的话 是不会有这种情绪的 抑制不住的喜悦 这是我有史以来第一次 在一个竞技的比赛的项目中 跑到我强大的队友前面 更早地到达了整点 这是非常有意思的一个体验 那么我想表达什么呢 就是因为它是在一个极端的情况下 我觉得所有的体育啊 不管是我们说登山 滑雪还是瑜伽 那这种身体锻炼的它的意义 我想更多的是通过身体在物理世界边界的突破 从而突破精神世界的边界 这种感受 后来会延续到我们生活中很多的认知 因为戈壁呢 它就像我们游戏世界 它是一个副本 但人生有很多戈壁 有很多这样的游戏副本 那么在谈到游戏 那么我们在这样的一个游戏副本里 暂且称它为副本啊 有的人呢 在戈壁上呢 是追求竞争 勇争第一 立刻对手 那有的人呢 把自己当成唯一的对手 克服自己的贪婪 恐惧 和怠惰 那还有一些人呢 把它当成一次随遇而安的旅程 那么更有一些人 他是为了支持自己的伙伴 给他们鼓励 和温暴 那么我们如何定义 我们的旅程 实际上是 匡定了我们自己的边界 那么讲到游戏和边界 接下来还有一个小的 Dame故事跟大家分享一起 我们在座的有没有朋友 看过头号玩家 有吗 OK 好 看过时空玩家的有没有 都看过 都看过 你都看过 喜欢看那样的 头号玩家呢 前一些年的电影 它是元宇宙的一个 算是早期的启动电影 那么今天我们跟大家分享一下 《失控玩家》 这部电影呢 它大意 这是男主角 男主角呢 她是一个游戏世界里的背景人物 就是我们说的NPC 那么女主角呢 是一个现实世界中的人物 她是玩游戏的人 她是讲的 女主角呢 女主角呢 她有一个分身 在游戏世界里 她会 她遇到了男主角 男主角 遇到她的那一刻 在那一刻之前啊 她是一个银行职员 她每天早上跟她的鱼 问早安 每天在路上遇到同样的人 打同样的招呼 咖啡店里点同样的咖啡 因为咖啡店的店员也是NPC 她只会做一个咖啡 那么 在这之前 她每天重复一件事情 她从来不知道为什么 她也不会去思考它 直到她遇到男女主角 那这是爱情的力量吧 就激发了她 明白了一件事情 原来 她是在一个游戏的世界里 她是现实不存在的 她是被设计出来的 她是一段代码 我的问题是 我们在座有没有人 在现实生活中 会有恍惚的有这样的感觉 有吗 实际上 我们各位想一想 我们在大部分生命里 也在一直重复着我们在做的事情 为欲望去动 为社会的剧情去动 就像 多年以前一位哲人讲的 太阳底下并无心事 这个真意味着什么呢 这是马斯克 这是大家可以看到她的采访 在一次电视节目上 一个主持人问她 说是艾伦 你是如何看待我们现实的这个世界的呀 马斯克非常严肃地这样回答她 她说我认为我们处于真实现实的概率只有 十一分之一相当于零 就相当于她在肯定我们是在一个虚拟的世界中 一个被设计出来的世界中 就像我们很早可能大家也看过《黑客帝博》一样 那么 我想 这个是我们今天谈和谈虚拟现实 那么在今天呢 去年成为元宇宙元年 那元宇宙的概念呢 我们简单讲一下 它实际上相当有把互联网世界3D嘛 就是我们原来是在这个二维的理 那么今天我们想象的事情 很多都可以实现 我举个例子来讲 比如说我们说的前进教学 那以后我们上课讲到李白的诗 可能是李白亲自给大家讲 为什么呢 因为通过现在的虚拟数字的技术和AI 结合知识图谱 它是可以复原它本人出来的 就像真实的一样 这是只是个举个例子 还有比如等一下我们在查歇的时候 我们中途的时候 有人说我想去一下南极 带上你的特传的设备 可能就可以到南极跟企鹅一起去游泳 这在今天都可以成为 都可以成为现实 我再举个例子 前几天我在玩VR过山车的时候 我失重了 就是你已经区分不了虚拟和现实 虚拟和现实 虚拟和现实它是模糊的 但这给我们带来无限扩展的边界 举例来说我们 可以到火轩上种植化 然后有茶 比如说今天还有人在做一件事情 把整个地球 它做一个数字的完成 它为了推演 在未来几十几百几千 甚至上万年 它的天气 它的气候 它的变化 那比如说在医疗领域 以前一个临床实验要很久 今天它模拟出来 可以在几分钟 通过量子计算机 可以非常短的时间 可能就得出来结果 那么圆域中的概念 我们不做普及 因为今天大多数 我们能见到的 涉及到圆宇宙的项目 其实还是远远处在一个萌芽的状态 甚至跟圆宇宙还没有关系 因为圆宇宙 它不是一个技术 它是一个理念 它是一个 人人可以建设 重新建设的一个世界 参与的一个世界 拥有的一个世界 把我们以前实现不了的东西 实现了这样的一种理念 那么我们 我们现场 再交流一下 我们有没有人 听到过数字 虚拟人这样的概念 我们 还有吗 我们有人在网上尝试过 虚拟失忆间吗 没有 说明 确实 圆宇宙的 这个 它的商业化的进程 还是 还是非常非常 任重 道远的 实际上 我告诉各位 我们刚才讲到的这些技术上 它已经都能够 都能够实现 那么原来 可能人类几千年 给我们 我们自己 设定的思想的边界 思想的框架 都会被打破 去年被成为元宇宙的元年 在接下来 可能一年 或者是一个季度 或者一个月 我相信各位 会在不同的渠道 来听到这样的词汇 因为这实际上是一个 非常非常变革的 伟大的 时代的开端 它离我们并不遥远 因为一旦 我举个例子来说 一旦一个AI 教师 它的知识图谱 它的能力形成 世界上就可以有 一亿个这样的教师 那么我们刚才 聊到这的时候 我问这些虚拟人 实际上 大家想一想 我们可能 会不会是一个虚拟数字人 各位 我们可不可能 是一个NPC 刚才我们聊到 时空玩家 NPC的 有非常重要的一个特点 当一个NPC 意识到它是NPC的时候 它将不再是一个NPC 而玩家的最大的特点是 它可以修改角色 它可以切换地谱 它可以自定义人生 那么谈到自定义人生 今天想跟大家再介绍一位 我的偶像级的人物 我再分享一下 有没有同学能帮我 告诉我一下 逆旅的意思是什么 有没有 这是它比较有名的一段词 逆旅 逆旅是旅馆 旅舍 很多人把它 讲成 这个人生中 逆水行舟 实际上是 是有偏差的 那么 在苏东坡看来 我们今天这一段路 在这个人生 它实际上 就像一段旅程里的一个旅馆 那么 李白也曾经讲过 天地者 天地者 如人生秘密 光阴者 摆在着过客 大概也是讲到这样一课 就是我们在这样的一个生命的时间段里 更多的可能也是一个副本的地图 那么 这里谈到 那么 人生的一个修行 它的目标 它的价值 它的方向和在哪里 在我看来 苏东坡诠释的比较好 他 我们知道他经历过 就是非常多的这种磨难 贬值 在政治上非常失忆 但是他在给自己的人生做总结的时候 苏东坡提到 问如平生工业 黄州 惠州 丹州 那么 黄州和惠州和丹州 是什么样的地方呢 恰恰是 苏东坡被贬折的三个地方 一个在湖北 一个是广东 一个是在海南 那么 在黄州的时候 我相信我们在座的大部分人 可能背过 赤壁赋 后赤壁赋 或者是 念东交赤壁怀舞 包括 美池 能想到什么美池 对 东坡 路 恰恰是在那一段时间 他发明的 他还在那一段时间 遇到一场雨 自己没有传 自己没有传 在路上 有没有人知道是哪一首词 对 墨青川铃打夜声 何方银笑其虚醒 独掌盲鞋 心胜盲 谁怕 一缩烟鱼 人行胜 就是在越是危难的时候 他展现了一种 获大 他来通过自己的内心 来定义 自己的世界 在惠州的时候 他也做了非常非常多的事情 后人在评价他的时候 自东坡公 折南海 天下不敢小惠州 他去了以后 整个天下 都把惠州重视起来 说明他带来了非常非常多的改变 我在纪念六月份的时候 还去了海南 特地去拜访了一下东坡书院 在当地我了解到 他被折扁到丹州 丹尔之地 当年这种流放是仅次于灭九族的 因为当地条件太艰苦了 结果他在那里 带出了海南的第一个举人和近视 当地现在依然有东坡路 东坡田 东坡井 东坡帽 甚至当地有一种东坡话 就是人生无论在什么样的境况下 自定义自己的人生 并我们很难决定我们面对什么 但可以决定我们面对他们的态度 那么就是近随心转 一切皆有可能 今天聊到这么多 我想表达的就是这样的几点 首先固化的标签 对自己和他人 都可以去掉这样一些固化的标签 第二点就是向内求 那么外在的世界和内在的世界同样值得探索 突破外在的物理世界更有助于我们突破精神的世界 突破精神的世界可以让我们的认知外延 创作剧本 自定义自己的人生 最后我放一个小的彩蛋 回到旅游 这个月初的时候 我去了一趟拉萨 和我的家人 这是金帆 大家有见过吧 藏僧佛教义的金帆 这是布达拉宫对面的一座山 我们爬到山顶 风非常大 也比较冷 在山顶的时候 人特别容易静下来 为什么呢 海拔太高了 冻的话容易缺氧 是真的 是容易产生高原的反应 在山顶 因为人也比较平静 高原的压力 我在金帆面前尽力 一瞬间 一瞬间 进入了一种 无限光明 也很难形容 无限光明的状态 然后整个内而外 充满了无限的喜悦 就像三年前 我在戈壁 在七级八级沙尘暴 人的精神和肉体 精到极限的情况上 进入了那种 无限的喜悦的状态 所以我想 不只不能给自己标签 不只不能给自己编辑 我们可能还有 非常非常丰富的能量 有待我们去发现它 去看到它 最后想跟大家说 我们从世界看自己 重新定义世界 也自己定义自己 谢谢大家